美国情报官员说联合空袭已经削弱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实力 美国派遣反潜机巡逻菲律宾外海 南中国海争议再次浮上台面 印尼女佣被虐案 香港法院判处香港女雇主六年徒刑 晚安 欢迎收看2月27号星期五晚上的BOA卫视新闻 我是郑玉文 中国维权律师普志强的案子 审理起诉的期限将要在星期天借满了 当局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做法呢 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 另外中国解放军的退役军人 到底有没有介入缅甸国港的战争呢 媒体观察栏目我们将为您深入的分析 请您锁定今晚的BOA卫视新闻 下面我们先请许波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许波 好的 谢谢郁文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五说 乌克兰政府军随时准备将重型武器运回东部前线 他指出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继续违反 这个月早些时候达成的停火协议 波罗申科表示 乌克兰军队随时准备迎战敌人 与此同时 乌克兰军方一名发言人说 过去一天里有三名政府军士兵被打死 还有几人受伤 而此前连续两天都没有军人被打死 波罗申科说 即使停火得以维持 来自东部的军事威胁依然存在 他显然在暗指俄罗斯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五说 从乌东地区撤出重型武器的行动取得进展 他强调了落实停火协议其他条款的重要性 包括关键的人道主义问题 以及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推动宪法改革等问题 星期四 在欧洲停火协议监督人员的密切关注下 乌克兰军队开始从东部杰巴利采维 靠近交战前线的一个村庄撤回大炮 乌克兰方面承认最近几天反政府武装的攻击行动明显减少 在另一方面 西班牙官员说 警方逮捕了被怀疑 曾在乌克兰东部与清俄反政府武装并肩作战的八名西班牙人 这些人被控犯有各种罪行 媒体报道说 一名在几部人质斩首视频中出现的 蒙面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身份暂时得到确认 但是安全部门谨慎表示 这些报道也许不实 媒体报道援引穆罕默德恩瓦记的朋友的话说 他们相信他就是那个高个子 操伦敦口音的发言人 又名圣战约翰 来自美国政府的两个消息来源 告诉路透社说 调查人员相信恩瓦记就是那个蒙面男子 但是美国之音记者在罗马报道说 欧洲情报消息来源拒绝确认这一身份 表示情况比这要复杂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女发言人说 伊斯兰国杀害美国公民一事继续受到调查 但是她不愿意确认或否认有关圣战约翰身份的报道 这名发言人说美国当局正在与英国等国际伙伴密切合作 以期将凶手绳之以法 反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一名美国伯克作者在蒙加拉国首都被人用刀杀死 警方说阿维杰特罗伊和他的妻子拉菲达艾哈迈德 星期四离开卡达大学的一个疏失后遭到袭击 艾哈迈德受了重伤 据孟加拉每日知星报报道 有人目睹了袭击过程 但是没有人站出来帮助这对夫妻 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 罗伊出生在孟加拉国 他的弟弟说罗伊本月早些时候回到孟加拉国 准备下个月返回美国 孟加拉国是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 以往也曾发生针对作家的袭击 调查人员说 据信这起袭击是宗教狂热人士所为 澳门附近海域星期五早晨五点左右发生一起沉船事故 船上十九人中四人获救十五人下落不明 澳门警方说船上的十九人中有三人是船员 其余的人相信都是偷渡客 被救起的两男两女均为大陆级偷渡客 已被拘捕 有关当局表示 获救人员交代沉船为偷渡船 但目前尚无法确定这艘船的船级 中国内地和澳门共派出二十多艘船支和直升机 进行联合搜救 但今天澳门海上六到七级大风的恶劣天气 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香港一家法院判处虐待印尼家庸的一名香港妇女六年徒刑 喧嚣一时的涅庸案似乎可以就此落幕 不过香港外来庸人制度 以及相关的法律和社会道德等问题 进一步引起了关注 好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VOA卫视的新闻报道 5月27日星期五 香港湾在一家法院的外面 遭虐待的印尼籍佣人 阿维阿娜苏利斯泰宁斯的支持者 收取标语牌示威 标语牌上写有受害者的名字 以及结束香港奴役佣人的字样 还有示威者高呼 我们不是奴隶等口号 法庭经审理后今天宣判 被控虐待印尼女佣的原雇主罗允彤 被判监禁六年罚款1.5万港元 这家香港区域法院裁定 罗允彤虐待和恐吓印尼女佣的 19项罪名成立 其中包括对其身体严重伤害 普通袭击和刑事恐吓等 宣判下刀后 这位受害者表示 我非常高兴 因为我的雇主终于被关了起来 尽管刑期只有六年 不过对于我来说 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 我希望我的案子 能够让所有雇主引以为戒 不要伤害和侮辱家庸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 享受同等权利 也有香港佣人团体认为判刑太轻 香港外来印尼劳工联合会主席 私林家庭说 判决太轻 法官不对当事人最大量刑 将意味着港府纵容其他雇主 虐待在香港的其他家庸 不过女雇主罗运同事否上诉 目前还不得而知 另外也有舆认为 在港的外来 家庸群体早已形成强大的联盟 他们在薪酬和劳动条件等问题上 背离市场规律 香港目前有国外佣人30万 大部分来自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美国时代周刊称 印度尼西亚佣人是香港的现代奴隶 香港声誉因此案严重受损 特首梁振英高度关注 强调香港是法治社会 不允许暴力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台湾星期四再次对中国在台湾海峡上空 划设四条新航路表示抗议 一名台湾高级官员说 新航路生效后将会派军机进行拦截 台湾交通部政务次长曾大仁说 大陆若真的启用M503航路 一旦越界 台湾将会派战机驱离 中国大陆公布将于3月5号起 正式启用新航路 中国表示会将新航路 朝原划设航路西移 但台湾认为 中国大陆在划设新航路的过程中 没有依照惯例知会邻居 因此无法接受并表示抗议 中国民航局1月12号发表公告 称将在东南沿海划设四条新航路 中国官员说新航路开通 是为了缓解上海地区和珠三角地区 航班快速增长的压力 尽管官方数据显示 中国的收入差距在缩小 但是中国媒体所做的民调则显示 许多人并没有感觉到情况有所改观 今年中国两会前夕 中国官媒新华社所属的新华网 在两会前进行的一次网上民调 结果显示 有8%的受访者将收入差距 列为两会头号议题 而反腐 社会福利改革和环境等问题 位居其后 由人民日报所做的另一个调查显示 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 有收入差距 反腐 经济 新常态和食品安全等 其中收入差距位居第一位 好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 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继续回到VLA卫视新闻 中国著名人权律师蒲志强案 审查起诉的期限呢 将要在3月1号 也就是后天要届满了 去年5月 蒲志强因为在朋友家参加六四纪念研讨会 被警方带走 当局指控他犯有寻衅滋事 煽动分裂国家等四项罪名 蒲志强案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 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 请蒲志强的代表律师莫绍平 来谈谈他的看法 莫律师您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先来看一看 去年12月的时候 我们看到检察院把蒲志强的案子 退回给公安局来做补充侦查 那么已经在1月中旬侦查结束了 现在审查起诉的期限就要到来 您认为当局还有可能退回案子 来补充调查 还是说直接就起诉到法院呢 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按照中国大陆法律的规定 审查起诉期限正常来讲是一个月 那么如果认为这个期限之内 审查没有结束 那么可以经过批准之后呢 可以延长15天 那么普通的案件呢 在第一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时候 检察机关呢 他的审查起诉只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到一月了以后 那么他认为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所以第一次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 公安机关第二次 补充侦查完之后 第二次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时候呢 那么等于这次检察机关是使用了延期 也就是说使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来对普通强案进行审查起诉 这一个半月的时间是到3月1号为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两种可能都有 一种可能呢 就是他应该就是说 直接起诉到法院 然后进入审判程序 另外一种可能呢 他还可以检察机关还可以 第二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证查 是 那么莫律师 如果说一旦起诉到法院 您认为在多快的时间里 就会开庭审理呢 这个倒不确定 就是说如果正式起诉到法院 法院正式受理之后 那么通常情况下 是在三个月之内 做出一审判决 也就是在三个月之内 他应该开完厅 并且做出一审判决 开庭时间呢 通常是 只要是把起诉书 送打给被告人之后 只要过了十天 也就是他致迟十天之前 开庭前 致迟十天之前 要把这个起诉书呢 送打给被告 这样呢 他开庭都不违法 所以呢 现在你让我说 他具体是 是二十天 起诉到法院二十天开庭 还是一个月开庭 现在呢 一时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是 莫律师 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很多观众朋友 也很关注 就是您在春节前夕的时候 去探望了普志强 跟我们谈谈 他的近况如何 好吗 我是在中国大年二十九那天 也就是中国春节放假的前一天 也就是最后一个工作日 在过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过年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去探视着他 而且是安排在下午 就事先的和这个 看守所约定好 他给约定为大年二十九的下午 去探视 还是呢 从身体状况来讲呢 普志强应该说是身体状况呢 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他自己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也就是说是呢 这个是得益于呢 他的关押条件 要比刚刚被抓的时候 要宽松很多 所以他呢 他有糖药病 那么看守所呢 是保证他每天呢 有两次给他注射一道素 一次是在早晨 一次是在晚上 每天还给他量两次血压 并且给他这个服用那种控糖的药 同时呢 这个在晚上的时候 还一片阿斯蒂林 所以他自己感觉呢 他的身体状况呢 是要比以前要好得多 要好得多 他的体重呢 也降了24到25斤 因为他以前体重也是 应该说是也是超重的 他觉得在里边呢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呢 就是说等于体重也下 也降了24到25斤 所以他这个身体状况 他本人自己感觉 就是说是要比以前 要好得多得多 比刚刚被关押进去 是第一个方面 是我想他的许多支持者 听到这个消息 可能会非常的开心 那么最后 第二方面呢 第二个方面 他对指控他这个犯罪 是您说我们听得到 对第二方面呢 就是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 对指控他涉嫌的犯罪 他是非常明确的表示 就是说作为三十余条微博 是他写的 这个他不否认 至于就是他的律师述所接受 国内一些媒体 来调查一些企业的工商注册登记情况 这也是事实 这个他都不否认 但是他不认为他构成犯罪 这个始终他坚持呢 就是说这我不构成犯罪 他在微博里面这些表达 可能有的时候 言辞比较激烈 比较刻薄 但这都是属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范畴 所以不认为是构成犯罪 那至于就是律师事务所接受 委托去查询企业的工商登记资料 他说这是属于律师事务所的正常业务 也是不构成犯罪的 他说如果是本身他的微博里面涉及的人 认为损害了他的名誉 想提出这个侵权的名誉侵权之诉 那么他说他愿意去应诉 他愿意去应诉 但是通过一个刑事追究 刑事的手段去追究他的所谓的刑事责任 他是不认可的 他是不能接受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他是不能接受 他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他始终认为事实是这个事实 我承认这个没有错 30条微博还调查了几十家的企业的工商注册登记资料 这个他不否认 但是他不认为他构成犯罪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莫绍平律师 我们知道当局指控普志强律师 也是依据这主要的30多条所发的微博 谢谢您给我们所做的详细说明 那么关于普志强案呢 也请您持续的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节目 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来查询我们的相关报道 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 中国解放军的退役军人 到底有没有涉入缅甸国感的冲突呢 媒体观察的主持人海涛将有相亲报道 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海军在最近派遣了海神反潜巡防机 与菲律宾的军人一道在南中国海完成了最新一期的巡逻侦察 那么军方表示这次的行动显示了美国致力于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部署到亚太地区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经济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军方2月25号发表一份新闻稿 称海军航空兵著名的唐俄飞行中队 驾驶P-8A海神反潜巡逻机 2月1号至21号间 在菲律宾旅宋岛外海上空进行了一期侦察巡逻任务 期间美军航空兵与菲律宾海军和空军人员兼并兼在南中国海上空侦察 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 目前正在菲律宾等国声称拥有主权的一些海域大兴土木人工舰岛 P-8A是美军最先进的远程海上侦察和反潜机 2012年开始替代P-3C猎后座海上巡逻和反潜机 唐俄飞行中队2月18号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 这次亚洲飞行任务是该中队驾驶海神反潜巡逻机 所肩负的首次作战任务 美国军方在声明中说 海军向第七舰队部署最先进的P-8A反潜巡逻机 体现了海军致力于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 包括为亚太战区优先提供和研发先进的武器装备 美国称不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中选编 但敦促各方和平解决分歧 中国反对美国介入这一争端 并指责美军的亚洲再平衡 为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壮胆 进而挑战中国的主权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最近老窝在湄公河上修建一个水坝的项目 引起了当地渔民国际环保组织还有邻国的抗议 美国之音记者莫尼从老窝发来了相近报道 孙塔亚多年来靠河上百度为生 带游客到老窝和柬埔寨交界处的河岸上观看白旗屯 平均一个月可以赚20万基普 相当于25美元 在没有游客的季节 老窝船民就靠打鱼养家糊口 孙塔亚有四个孩子 可是现在他的生计危在旦夕 因为老窝政府计划 在离这里大约2公里的湄公河上游 洞沙洪支流上建造一座水电站 如果真的造了水坝 我就没办法了 只能等政府给我一份工作 我不能说我不喜欢水坝 也不能要求政府停止建造水坝 老窝政府说 这个水坝是为了老窝的经历发展 因为可以把这个水电站生产的电力 卖给泰国等邻国 可是这个260兆瓦的工程 不仅引起孙塔亚等渔民的担忧 也造成从上游的泰国 到下游的柬埔寨和越南 整个湄公河流域有关官员 民间团体和社区的不安 泰国的湄公河沿岸居民 主要以打鱼和其他自然资源为生 他们说 洞沙红大坝会破坏他们的生计 普拉蓬普曼是清迈生命之河 鲜罗协会负责人 这个协会为当地社区服 泰国有8个省位于湄公河沿岸 当地很多代人都靠这条河为生 特别是渔业 沿岸园林和交通 洞沙红大坝会在湄公河最重要的支流上截流 独立的专家说 鱼类一年四季的迁徙都要通过这条支流 去年12月在老挝巴塞的一次磋商中 越南河网组织的代表 洞天呼吁取消这个项目 我们呼吁老挝政府立即取消洞沙红大坝项目 呼吁越南 泰国和柬埔寨政府 采取必要措施 履行保护湄公河和本国公民的责任 柬埔寨美工河全国委员会也表达不满 赫尔瓦塔纳是委员会秘书长 作为美工河委员会的邻居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益的 不会影响相关国家的项目 或者影响最小的可接受的项目 大坝项目的开发商 马来西亚的第一兆丰公司表示 人们不用担心 因为这座大坝不会给 湄公河流域国家带来很大影响 这家公司的环境部门主管 彼得·霍金斯说 那些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是其人忧天 因为这个水利开发项目的规模 对于湄公河流域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和上游的老挝特别是中国的其他大型水坝相比 非常小 老挝表示会如期进行大坝工程 盗翁·冯尼基奥是老挝能源政策和计划部的司长 我们掌握了很多信息 我们有很多资料 我们非常肯定 采取弥补措施后 对下游甚至上游的鱼类迁徙影响非常小 可是像孙坦亚这样的老挝渔民和靠百度为生的人来说 他们只想继续捕鱼为生和带游客观赏白旗屯 美国之音莫尼老挝报道 继续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 来目时间了 主持人海涛要继续和您谈谈的是 在缅甸国杆地区的战斗冲突 我们先来欢迎海涛 海涛你好 你好一文 是我们知道在国杆地区的战斗 我们在新闻报道里看到 还有很多 20多天了 许多的难民都逃往中国境内 那么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就是 很多人担心中国解放军的退役军人 应该我说是缅甸方面很担心 解放军的退役军人是否也参与了这场战斗 那我们看到国杆地区是一再否认 跟我们谈谈现在最新的发展是什么 是这样 国杆华人的武装 他们有发言人宋先生 已经跟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 确实确证了 他确认他们没有中国籍的军人来参加 军人也没有 教练也没有 反正就是没有中国方面的人来的 但是缅甸政府方面 他们非常担心 他们说是 的确是有中国军人 就是退伍军人老兵卷入 那么中国政府方面 他们认为没有这么回事 到时候我们不让他们去 谁也不敢去 就是从现在来看 就是有一位姓林的 原来解放军 十四军在云南的十四军的一位班长 他退伍以后 他说他就来到了缅甸 来帮助这个华人打仗 他还说 他们去了很多的老兵骨干 就是全从解放军退役下来的 他们有军事技术 然后到了那能帮助华人打仗 所以缅甸军政府打不过他们 包括他那一个狙击手 就打死了六个缅甸军人 这当然都是一面之责 这位姓林的班长 就把他写的这份中文信 通过微信来发到网上 在海外大家都看到了 估计不是有人在 恶作剧是闲来没事捣乱 但是这的确反映出 可能有个别的 这个解放军的退伍 或者退役军人 他们加入了 缅甸方面的这个战斗 你刚刚也提到中国政府的立场 那么在这件事情上 大家觉得很值得玩味的 就是中国政府 他到底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立场 来处理或者来回应这样一件事情 他可以处于一个完全中立的一个态度吗 现在中国政府就是表示完全中立 他呼吁双方来停火 来不要再继续打下去 今天新华网发表一篇 习近平批准发出的文件 这个题目是什么呢 中央军被印方关于新形势下 深入推进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的决定 这个是要 为什么从严治军呢 因为有徐才厚 还有等等 古军山等的军中这个大老虎出现 他们要从严治军 但是从另一方面 中共当局呢 把这个武警的总队的一个负责人 副司令员 最近派到云南军区 当云南的这个武警部队的这个司令员 这就说明他从这个北京 把对对云南这个边境的稳定 是看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大的问题 他们尽管是 就是公开场合上否认 有这个军人 或者有任何人去进入缅甸 帮助华人打仗 但是实际情况 因为中缅两界边界的 华人交往非常的频繁 你不可以就是 难免就是控制住 每一个退伍军人 来进入这个缅甸 帮助华人打仗 是 那么有人就提到说 为什么这个果敢的战斗在过去这几天来 这样的一个激化 它到底是一个具有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地区 我们知道在当地有许多的华人 在那里开始商店 那么在这次的战乱之后呢 纷纷地逃回到中国境内 那么到底果敢地区它是 这个乱的根源是在哪里 到底是谁的过错呢 乱的根源呢 就是缅甸这个政府军和彭加生 就是华人领袖彭加生啊 就果敢王彭加生 他们要控制 争夺控制那个地区的控制权 那么现在呢 缅甸政府认为 彭加生呢 是离缅甸政府 离心离德 离他们越远了 他们不好控制了 但是彭加生认为呢 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我的 他是在那长大的 他是一个四川人 他是在那长大的 今年已经80多岁 他很有这个势力 他呢认为 那块地方本来就是我们的 而且这位姓林的班长 他也说了 他说果敢是我们 中华民族的领土 果敢人是中国人 这是不对的 因为那块地方 以前曾经是中国 但是已经划给缅甸了 从任何方面 国际法上面 从国际 大家都认为 那个地方是缅甸的 而不是中国的 现在中国的有些老百姓 甚至有些退伍军人 把他果敢当作 是中华民族的固有领土 这是完全不对的 他们彭加生 应该理所当然的 接受缅甸方面的领导 但是他不愿意 所以这也是这场冲突的 一个主要根源所在了 是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海涛 来到节目当中 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和报道 谢谢 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的 文字内容 还有我们的视频 也将看在 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 我们欢迎您登陆查询 或者留下您的评论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 空气污染 还有自杀率 这两者之间 到底有没有关联呢 稍后我们要听听 专家怎么说 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 而能够因此 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这值得故意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 不是日本 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吃起来 让大家吃到 中国政府一直 我觉得没有去重复 最坏的估计 目前看来 最多是擦枪主持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卫视新闻 美国犹他大学的团队 在最近发表了研究报告说 在空气污染严重的环境里 人们自杀的风险会提高 而且这种风险 对男性的影响 要比对女性更为严重 空气污染 它真的会提高自杀率吗 那么医学界对此 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 邀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医学专家 同时也是精神科医师张静 张博士来谈谈他的看法 张医师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 先来跟我们谈谈 我们知道 导致自杀的原因 其实很复杂 也很多面的 但是空气质量 它也能算是一个影响因素吗 我认为呢 就是它应该不能算一个直接的因素 就是说它作为一个间接的因素 可以诱发直接因素 导致自杀率增高 就好像一个严重疑病的病人 跟丈夫吵完架 因为教育孩子的问题 然后自杀 那我们就说 你说什么原因引起自杀呢 那我就觉得它抑郁症本身是直接原因 导致可能是一个间接原因 我觉得空气污染呢 可以增加自杀率 有点像这种关系 就是说本身自杀 那个空气污染 比如说增高二氧化碳浓度 降低氧这个浓度 这个直接短期 应该对精神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它会有间接的因素 比如说心理上因素 感觉这个我们把地球毁坏了 而且这个光照也不足 因为就是挡着太阳 而且不能在外面运动 被限制在屋内 这个都会 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心理 需要很多外界的因素 比如说那个天气好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心情好一些 天气不好的时候 就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如果病人已经在这个自杀的边缘 加上这些外界的因素的话 那就肯定是起一副性作用 以推动的作用 是 张医师我们也知道 在心理医学上也曾经有 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所谓的季节性情绪失调 SAD这样的一种症状 所以照您说 如果说这个气候或季节变化 或者是天气 都有可能对人的心理 造成这种间接的影响的话 另外我们还要来看看 犹大大学团队的这份报告里 还有一个研究 他说男性还有25岁到64岁 这个年龄层间的人 比较容易受到空气污染 对自杀的影响 您赞同他们这样的结论吗 为什么呢 我觉得是这样 任何一个科学的结论 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 需要很多科学的论证 就是说一个试验 做出这种结果 其他的试验要反复地去验证它 就是光靠直接就靠一个实验呢 就不太好 得出很确切的结论 犹太大学这个研究 确实有这个发现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其他论证 就性别来讲 男性呢 就是啊 就是说成功的自杀率 是比较高的 就是说女性的相对来说 这种试图 就是这种 这种行为 这些行为比较多 但是真正成功率呢 相对低 男性呢 就相对这个 试图呢 相对没有女性高 但是成功率高 因为男性比较 容易选择比较像暴力的行为 比如说 这个枪 用枪杀呀 卧轨呀 跳楼啊 这些成功率很高 女性呢 他一般 取 一般就是比较怕那种 这种暴力行为 他就取 比较选择这种 服药啊 或者甚至那个 上吊啊 这些 这些手段就 就有时候成 自杀率成功率比较低 啊是 张医师 我想 对 这可能会影响 对 所以这个可能影响 我就是说 具体用性别区别 我觉得空气 起码现在 我觉得没有足够的证据 是 那么张医师 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 左右时间我们来看看 我们知道 在中国我们刚刚新闻画面里 也不断播放 空气污染问题确实很严重 那么有的时候 政府会要发出警告 要民众不要出外活动 许多的民众也知道 空气污染对身体的健康 有不良的影响 但是您认为在中国 到底有多少人了解 空气污染 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呢 您觉得在这方面 有没有值得要加强的地方 刚才就是我已经讲 我觉得空气污染 是一种间接的因素 我觉得 如果是我们要提高 整个国民 对这个 这个精神疾病的重视 特别对于抑郁症啊 中国人通常就是 不愿意提这种事情 我觉得更应该宣传 这个导致直接的因素 当然我们也告诉他们 这些间接因素 可以使这个 直接因素加重 我觉得空气污染呢 是一种间接的因素 但是你说就是 要提高大家警惕 在这种情况下 就像空气污染 可以造成这个哮喘 心脏病这种死亡 你都更高很明显 这个作为这种 这种宣传说 空气污染可以使 自杀严重危险 high risk 就是高危病群 这个自杀率增高 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张静张医师 抽空接受 我们美国精英的访问 感谢您 那么如果您还想查询 更多有关这份研究报告的 相关内容呢 我们也欢迎您登入 美国精英的中文网 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 全球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 到底有没有收到成效呢 稍后我们要听听 美国的情报官员 是怎么说的 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 锁定海峡论坛 美国的高层情报官员警告说 联合空袭行动 还有地面战斗 已经让伊斯兰国的实力 开始受到削弱 不过他们仍然是 凶残的威胁 不过呢 也是有迹象显示 持续的轰炸 正在造成 更加永久性的毁灭 下面继续来看看 美国精英记者塞尔丁 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位美国情报官员 告诉美国之音 对于伊斯兰国来说 卷土重来 收复由于空袭 和库尔德武装打击 而失去的伊拉克领土 从目前的情况看 将很困难 这位官员还说 有迹象显示 伊斯兰国各阶层 都有不满情绪 如果战时加剧 不满情绪会增加 但是国防情报局长 文森特斯托尔特中将 星期四在参议院 军事委员会作证时 仍然持谨慎态度 我认为会有一个临界点 我们只是还不知道 它会在哪里出现 借助前所未有过的 强大宣传公司 伊斯兰国非常谨慎 不让外界看出失控迹象 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 詹姆斯·克拉普说 他们现在试图要做的 当然是提升影响力 或许更加重要的是 提升它在全球 阿拉伯世界的形象 传闻有证据表明 艾斯的残酷性正在减弱 开始缺乏资金 尽管不断有外国战斗人员 加入到艾斯 但是这个组织 已经被迫征兵了 美国军方官员早就认为 联合空袭行动 削弱了伊斯兰国 夺回了700到800平方公里的 伊拉克土地 不过美国战争研究所 研究员克里斯托弗·哈默 等分析人士提醒人们说 我们不应该把战术上的成功 跟这个时期的战略 改变混在一起 伊斯兰国仍然具备 战略主动性 他们在伊拉克的扩张 达到了自然极限 他们继续在叙利亚扩张 我们对缩小他们 在叙利亚的中心区域 却没有作为 目前美国的重点在伊拉克 美国正在帮助伊拉克军队 准备可能最早于4月开始的 收复摩苏尔的行动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 伊拉克军队要准备好 单独发动攻势 可能需要6到9个月 美国可能不得不派地面部队 进入伊拉克 国防情报局局长斯托尔特说 伊斯兰国家的宣传 可能获得的最大成功 就是让这场战斗 成为西方国家和伊斯兰的战争 分析人士担心 即便借助美国的帮助 收复摩苏尔的战斗 也将会有重大伤亡 接下来仍然是伊斯兰国 在叙利亚的问题 情报官员说 内里有许多缺口 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 华盛顿报道 那么另一个战争热点呢 则是在乌克兰 乌克兰军队开始从 遭受重创的城镇 捷巴力采围的附近村庄前线 开始撤走大炮 根据这个月早些时候 所达成的停火协议 欧盟观察员在现场密切地监督 可是在其他地区呢 双方对于停火原则的承诺 遭到了质疑 下面继续 是BOA卫视新闻的报道 军事官员星期四 向路透社记者展示 卡车拖着口径 100毫米的大炮 在驶离一个村庄 基辅承认 过去几天来 反征服武装的攻击 显著减少 但是在切尔努西诺镇 遭受炮火攻击后 自称为卢干斯克 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说 没有什么乌克兰军队撤离 我们把80%以上的重型武器 撤退到了基准线 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 已经证实 在我们这一方面 我们什么都做 不像乌克兰方面 他们做的很少 他们不履行任何计划 和最后期限 据我所知 他们只是撤出了 15%到20%的重型武器 星期四 连续两天 乌克兰军方官员报告 在俄罗斯边境附近地区 没有战斗人员伤亡 经过国际斡旋 在2月12号达成的停火协议 将保持下去的前景大为提高 但是北约美军司令官说 尽管抗上去有撤军行动 但亲俄罗斯反政府武装 没有遵守在白俄罗斯 明斯克签署的停火协议 反政府武装和俄罗斯的重型武器 在到处移动 但没有撤走 这不是一回事 霍奇斯说 对俄罗斯的外交压力 应继续保持 但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警告西方政府 不要对莫斯科实施更多的制裁 莫斯科被多次指称 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和部队 莫斯科否认这些指称 说在10个月的反叛中 与反政府武装并肩作战的 俄罗斯人是志愿军 VOA卫视新闻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他决定接受邀请 在下个星期要到美国国会 来发表演说 相关的争议可以说更加的加剧了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苏珊·赖斯就说 这个决定让人进一步的质疑 美国和他在中东地区 最亲密的盟友 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美国经济者雷露斯 从白宫发回来的报道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 在接受查理罗斯采访时 发出了奥巴马政府迄今为止 措辞最强烈的批评 到国会发表演说 在双方平添了一种党派执政 这不仅是不幸的 而且也有害于双方关系的根本 行政当局所反对的是 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内 一些奥巴马总统的反对者 对内塔尼亚胡总理发出邀请 而他在访问华盛顿期间 不会会晤奥巴马总统 代工官员 星期四支持赖斯的讲话 表示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 应当超乎国内政治 美国多年来的一个传统 是确保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 不会被降低成为政党之间的关系 赖斯的讲话是奥巴马当局 所显示的最清晰的不满信号 白宫也表示对一些人所说的 美国行政当局和以色列 有史以来的最糟糕的关系状况 感到不满 奥巴马总统愿意跟伊朗进行谈判 是双方关系不合的一个原因 但几年来 奥巴马与内塔尼亚胡 个人关系不好是显而易见的 美业关系总起来被认为 是不可能破裂的 奥巴马总统最近批准 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军援 其中包括为铁琼导弹防御体系 提供资助 以拦截来自加沙的火箭 国务院前官员米勒表示 眼下没一关系 是由一系列原因促成的 眼下人们看到的是一出持续的戏剧 发生在内塔尼亚胡和奥巴马之间 美国和伊朗谈判面临决定性的时刻 以色列和美国方面都高度敏感 共和党人现在又控制了国会 这是奥巴马政府上任以来的首次 而且以色列即将举行选举 奥巴马总统在过去有时候 会在亲以色列的大游说团体IPAC 举行年度会议的时候去发表演说 但今年他将派遣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萨曼莎·鲍尔和苏珊·赖斯代为前往 美国直音记者雷路斯白宫报道 另外一个古巴代表团在星期五 将要访问美国国务院 商讨从1961年以来首次与美国 恢复外交关系的相关事宜 下面继续是VOA卫视新闻的报道 恢复与古巴的外交关系 是奥巴马总统两个月前提出终止 对这个岛国实行贸易禁运建议的一部分 国务院一位资深官员说 星期五的会谈将集中在如何尽快 在华盛顿和哈瓦那开设大使馆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 泰德·皮克恩说 双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 争取在今后几个月设立大使馆 我认为如果他们能够解决分歧 最好的结果可能是在五月或者六月就能开馆 我们已经在古巴海边的一个主要街区 拥有了一个很大的建筑 只要在大门上挂出不同的牌子就可以了 古巴和美国在哈瓦那就重建外交关系 举行首轮谈判一个月后 古巴表示需要把建交问题 同美国是否同意在国务院资助恐怖主义名单上 将古巴出名的问题联系起来 但是美国代表团不同意将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 表示审查恐怖主义名单是一个单独的问题 古巴自1982年就被列入这个名单 但是国务院每年审查这份名单时 结论都是把古巴列入这份名单的证据越来越少 我认为这个事实已经影响到政策制定 总统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 这位美国政策专家还认为 奥巴马总统的任期还剩下两年 他针对古巴的倡议将成为他政治遗产的一部分 另外一方面 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实行变革 让古巴融入全球经济 他们也在欢呼自己的革命遗产 古巴共产党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 推翻了美国支持的政府后 美国于1960年对古巴实行贸易禁运 并且在一年后关闭了驻古巴大使馆 VUA卫视新闻报道 继续是一些与中国相关的消息 中国农业部的官员在星期五 对媒体说 中国将斥资260亿元人民币 在五年内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确权 登记颁证的工作 这项政策将会涉及中国两亿的农村家庭 农业部官员说 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确权 登记颁证工作 是为了要开展土地的经营权流转 调节土地纠纷 完善补贴政策 进行征地补偿 还有抵押担保 来提供重要的依据 中国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 农民是以承包的方式 在集体土地上来进行耕种 或是其他农业活动 承包期通常是30年 但是与城市居民不同的是 农民的承包土地 没有进行过正式的登记 而政府也没有给农民 颁发过正式的凭证 原定在星期五举行的福建省福州市 福建自贸试验区的揭牌仪式 被临时的推迟了 那么新的日期还没有确定 官方并没有解释 为什么会在揭牌仪式的前一天 临时决定推迟 此前有中国媒体报道说 福建自贸区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揭牌仪式现场也布置完成 香港南华早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 除了福建自贸区以外 定于3月1号挂牌的广东自贸区 也很有可能会推迟 广东社科院一名学者对南华早报说 临时推迟福建自贸区的成立 说明了中国最高领导层 对目前的方案仍然不满意 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回到美国 油价的下跌 让消费者可以说在加油站 买到更便宜的汽油 而在美国中西部一座小镇 他们就指望可以乘着 美国下一次石油热到来的登峰 来改变自己的运势 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美国经济记者法拉鲍尔 发自小镇的报道 环境工程师杰里·昆德里说 当他租用菲尔菲尔德的 这处办公区的时候 曾希望看到这里坐满了新股园 生意本该兴旺发达 因为伊利诺伊州批准推行 水利压列开采 目标是做石油公司 在工程领域的咨询商 昆德里仍在艰难地走向目标 空荡荡的办公区内 只有他孤身一人 每个人都在等待 油价下跌造成了暂停 这真的很不是时候 昆德里从加利福尼亚 搬回了故乡 菲尔菲尔德 心中憧憬着美国 新一波石油热的到来 如今他还在等待 看到所有这些空空荡荡的楼房 又想到所有那些潜在的机会 真是让人心骄 菲尔菲尔德地理位置理想 位于伊利诺伊州南部 和印第安纳州页岩层附近 小镇原希望通过引进水平 钻井技术来开采页岩油 给当地经济打一剂强心针 不过地油价并不是让菲尔菲尔德 无法震热打铁的唯一的原因 市长查克·格里斯沃尔德说 从州政府那里拿到 水利压力许可证所费的时间 也太长了 假如他们当时拿出行动 我们原本可以享受到 水平压力带来的好处 菲尔菲尔德并不会直接的 从开采现场获益 格里斯沃尔德说 钻井现场的钱多数会流入 伊里诺伊州州政府的腰包 不过菲尔菲尔德 可以从他所说的 连带影响中获益 我们将会获得的是 销售税的增加 房地产税也有可能增加 可能会有旅店 人们出门吃饭 和买衣服的次数也会增加 昆德里说 当有公司开始来当地 探索开采地点的时候 这里已经尝到了一次甜头 当两三年前土地租出去的时候 仅仅是为了租地而付给地主的钱 就促进了一些经济 不过那是两三年前的事了 那些租了地的人租约只有四年 很多租约实际上快到期了 所以州政府可能耽误了 我们当地两三年的收入和经济增长 昆德里说 他愿意尽力地等下去 直到油价反弹 不过他的耐心 以及他的银行存款 都是有限度的 我之前预计等上半年到一年 现在已经快两年了 我不能永远等下去 伊利诺伊州自然资源部说 他们还没有收到任何在州内 从事高流量水平水力压裂许可证的申请 他们还说 公司必须在申请许可证之前的30天登记注册 而到目前为止 只有一家公司登记 美国之音法达报 伊利诺伊州费尔费尔德报道 继续是来自非洲的消息 在肯尼亚莱基皮亚野生动物保护区里 工作人员正在设法 要把动物赶到保护区的深处 以免他们受到了偷猎者的伤害 有关详细情况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卢瓦加 从肯尼亚发回来的报道 在莱基皮亚自然保护区深处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协调好的徒步巡逻 奥佩塔捷是东非最大的黑犀牛保护区 周围有18个居民区 为制止动物和当地人发生冲突 工作人员正在把保护区边缘的动物 赶往保护区深处 塞米尔·穆迪西亚是这个活动的协调小组成员 他们四人一组在一架直升机的配合下 徒步巡逻 我们把动物从围栏不够醒目的地区赶走 防止他们进入居民区 总的来说我们把动物赶出 可能和人类发生冲突的地区 保护区周围的社区不断扩展到野生动物栖息地 这就意味着动物失去了他们的自然领地 导致他们到居民区寻找食物 结果当地人失去庄稼 牲口 有时甚至生命 2013年 肯尼亚有106人被野生动物咬死 520人受伤 而动物已因此遭到报复性屠杀 在奥佩杰塔保护区 维利奥克斯领导着45名工作人员 他说 今年旱季延长 加剧了动物和人类之间的矛盾 目前是旱季 非常干燥 因此动物会到保护区外 侵害农田 我们驱赶动物 限制逃出保护区的动物数量 把它们留在里面 和当地居民保持友好关系 保护野生动物 给肯尼亚政府带来经济利益 吸引游客 并且创造就业 去年 肯尼亚政府通过一条法律 给因为野生动物攻击而死亡 受伤或财产损失的人提供赔偿 可是 只要动物和人类共存 冲突将继续 这是现实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卢瓦加 肯尼亚报道 说到嘻哈文化 hip hop 您也许想不到它跟宗教 有什么共同之处 不过在美国莱斯大学的两位教授 却围绕这个话题 开设了一个很受欢迎的课程 下面我们来看看记者弗莱库斯 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 被人们称为Bombi的嘻哈歌手 伯纳德·弗里曼说 嘻哈和宗教都在探寻 人生最基本的谜团 嘻哈文化对那些难以回答的人生问题 发出提问 我们利用文化中的不同感悟 帮助人们认识这个问题 帮助人们找到答案 Bombi与莱斯大学 宗教学教授安东尼·平恩 一同设计了嘻哈与宗教这一课程 一直以来 教堂都是艺术展示的一个殿堂 教会崇尚的一些音乐 数百年来都在鼓舞人们 打动人们 平恩表示 嘻哈音乐与基督教有相似之处 基督教由罗马帝国边缘化的 一个小犹太教派发展而来 而嘻哈音乐的发展 部分是对纽约黑社会暴力的一种回应 嘻哈文化从城市颓废的边缘化 人群中发展出来 颠覆了我们看待 了解以及生存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方式 雷蒙德·卡努和德米特里·卢克 选修了嘻哈与宗教这堂课 他们觉得上这门课受益匪浅 挑战不断 如果你对学习有热情 有好奇心 而又愿意花功夫 那这是一门很棒的课 卢克说 这门课深入探究 连学生们都得面对的社会问题和经济挑战 现在想找到一份工作 实现我们长期以来享受的美国梦 已经不那么容易了 我想嘻哈文化正是质疑了美国梦这个概念 两人都说 他们通过这门课 对于宗教和精神都有了新的领悟 我们来看看嘻哈文化中 如何使用基督教的符号与标志 莱斯大学将这门课放到了网上 使所有学生都能够上这门课 来探寻席卷全球的嘻哈文化 与世界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间的联系 美国之音弗莱库斯 休斯顿报道 节目最后又到了我们的OMG美语单元了 寒冷的冬天一件最困难的事 就是大清早起床 白杰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一块去看看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杰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怎么用美语聊 一大早就要起床 白 and ear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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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早 hit the hay hit the hay hit the hay 上床睡觉 make sure you hit the hay early tonight we gotta be in class bright and early tomorrow morning 你今天晚上 一定要早点睡觉 我们明天一大早 就要上课 bright eyed and bushy tailed bright eyed and bushy tailed bright eyed and bushy tailed 精神兜守在 don't worry as long as we take some time to get some coffee before class I will be bright eyed and bushy tailed by the time we get there 别担心 只要我们抽点水煎 喝点咖啡 我到教室的时候 一定会精神兜守的 I don't do morning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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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喜欢早起 Great idea I don't do mornings either I need coffee to function in any class that starts before 10 a.m 好主意 我也不喜欢早起 凡是早上十点以前的课 我都要考咖啡撑着 好 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do mornings? Can you be bright eyed and bushy tailed in classes that start before 10 a.m OK 拜拜 好 以上就是今天 2月27号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继续留在电视机旁 收看稍后由宁兴 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 如果您有任何看法和建议 欢迎发送电邮来 VOA新闻 at gmail.com 节目最后呢 我们带您去看看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 从高空拍摄的纽约雪景 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次再会 29 Military 郡承散 郡承散 郡承散